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也不用鼻子也不用嘴巴 那你有什么吹呢 对啊用耳朵吹 耳朵吹 耳朵吹啊 目前应该在全世界应该还没有第二个可以用耳朵吹元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全世界 对因为您刚才说了您的特长是吹 对 所以说你说现在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能这样的 我就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不是也在吹 你可以白对一下 目前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可以用耳朵吹元气 这样吧 咱就现场先给大伙吹两下 怎么样 可以 好吧 真有耳朵吹 鼻子上带的是什么呀 那华 是 верс wall 那华 我 都 秦 我 唰 秦 我 D 感谢张其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耳吹电吹管的表演 朱涛你捏着鼻子又 这放着耳朵 我想捏着鼻子看耳朵是不是能出气 对 没气 我就觉得好像 我体验我觉得耳朵里要出气的话 感觉好难受啊 我就戳一戳 你们会有这感觉吗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就是在这个坐飞机的时候 捏着鼻子一鼓气 会觉得耳骨一种 还鼓一下 但是你也没有那个气出来啊 所以他的耳朵是不是坏的呀 而且这个从结构上来说 按说我们人那个气窍是相通的 但是没有听过就是 能够出气 它一定有一个连贯的地方 但是有那么连贯吗 气还能这么远 把声音把乐谱给吹出来 我确实没见过 我也很好奇这结构怎么长的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特别担心的是 就他今晚耳朵吹的时候 他用什么来呼气呢 来呼吸呢 鼻子也被堵着了 您是从小就有这绝活吗 还是后天练的 没有 11年开始练的 但是我特别好奇 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您怎么着发现 自己有这个天赋 想要用耳朵来吹呢 因为人生走来太失败了 走来太失败了 就想着 蓝天这个东西 怎么失败 就逼到这个份上了 就是93年的时候 从老家到厦门去打工 打到11年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我就想着 自己开发一些东西吧 看能不能够求生啊 别人会的东西我就不想去学 也不想去练 我是想开发自己的五官来 想开发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练吹 每天慢慢慢慢的练 练吹 因为我要学一样东西 我就要学别人不会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练来吹气球 现在还能吹气球吗 还可以 来给我们现场表演一下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整天练吹气球 很简单 这个就是写字的鼻童 哇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什么 哪句话呢 我天哪 这个击窍声烟 其实烟 所谓的烟就是有风的那种 对 巨像 哇 哇塞 我也想吹一个 太厉害了吧 哇 哇 我觉得我们这老师以后可以不笑鼻子了 而能解决所有鼻子笑的 老师 你那个 你那个头上已经开始抱青筋了 张老师 牛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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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厉害 用好大的力气 我们用嘴可能都不一定能把这个气球吹得很大 这个得多大的劲儿啊 张老师你是只有这一侧耳朵可以吹 还是另外一侧也可以 都可以吹 对 那你这这个两个耳头是可以同时吹 还是只有一边 两边一起吹我没办法 所以像您刚才这样吹的时候鼻子肯定是要堵住的嘛 对 这样好用力 那另外一边耳朵有堵住吗 另外一边也堵住的 哦 明白 目前也在开发准备开发用什么元气都不要啊 就用耳朵来唱歌 我现在可以唱歌 对 耳朵能发出声音吗 对 你最开始练完之后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登台就去买了一份报纸来看 买了一份报纸来看呢 我闲着我聊了我就给新闻媒体打电话 我说我可以用耳朵吹气球 他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他说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 我也不靠这个吃饭 我是你打工为生是不是 他说你是不是大脑进水了 我是大约是10年的12月30号给他打的电话 11年的1月份他就问我 问了我的他就去采访了我 他说我走遍天下 没有看到过这种表演 但是你有我没有闻 你得好好的回去再学几年 他就是觉得你还需要再练 对 然后这句话就启发你了 对 鼓励你了 所以你回去就练用耳朵吹佛罗斯 这个电锤管的又是我去年 去年在晚上看到我说 这东西可能跟佛罗斯差不多吧 每一个来学一下 看可不可以 到目前为止您都会吹什么呀 电锤管 电锤管 佛罗斯 对啊 还有别的乐器吗 汽车轮胎啊 汽车轮胎也可以 对 用三百斤的东西板在一个灵台上面 你把它放在海里 我能够把它吹拂起来 那么厉害呢 其实您这个 就是耳朵的这个通气量确实很大了 我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 您真的可以类似于我们去测那种肺活量那样 用一种定量的方式测一下 然后也许是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的 因为平时您就这么表演没问题 但是如果您想让您的技能得到更多人认可 其实像吉尼斯记录啊这一类的需要一定的定量的方式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有这种想法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您您之前说您学这个是因为打工没办法生存 对 那现在您靠这个的话 现在每年的收入可观吗 生存怎么样 也不能申请 也不能生存 对 您现在干什么呀 主业 现在主业也还在上班 像您这个表演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随便啊 人家给多少就算多少 那您现在不是现在还在工作吗 在做什么工作本质 有时候给人家去安装空调 有时候在工地上给人家去做工地 什么都在做 也就是说现在您的这绝活还不足以养活您生活 是吧 对 那既然现在没办法让您这样很好的生活 您还愿意继续去坚持吗 对啊 我一定要练到自己的一个顶峰 我觉得张老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点 并且呢这个兴趣是世界唯一的 他希望树立一个自己在这里的标签 对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所有职场人学习的就是 心态 当我不足以用记忆养活自己的时候 我可以刻意慢慢练 但是我不会放弃 可是我仍然有一个平常心 该干活干活 对 该怎么样把我的角色演好就演好 嗯 我觉得可能您现在没有办法靠这个挣钱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 您的表演它不具有观赏性 就是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的整个演出完整 就包括您刚才吹的音乐 我们只是惊叹于哇它可以发生 但并没有去觉得他整个在一起有浑然天成这种演出的这种经验感 对 就是很多的表演者包括我们之前来的有一些表演者 他们可能只会一个项目 他们只能表演的一个节目 但是这个节目就可以让他在很多不同的舞台去表演 其实您是可以专门去有一个完整的节目的编排 然后出去就演这个 那别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您 对 谢谢 张老师那您做过那个自媒体吗 把您的视频拍摄下来传上去 没有 真的您要做传播面更广 我其实特别希望您下来可以去有一些 关于比如说在音乐上专业的训练 和您的这个特殊的功能做结合 可能那个时候您再发到自媒体上 就是大家的感受效果也会很好 而且我相信您的经济收入也会因此而提高很多 对 前面的建议不错 现在在主力 在面用耳朵线调一眼角 可以单独用耳朵来唱歌 我觉得就是技能和美感的结合 怎么去弄搞得更好一些 谢谢 其实您今天的到来 真的让我们眼前一亮 包括我在内我们的企业家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都是第一次见 震撼 对 震撼 也应了我们这个板块的名字 万万没想到 您今天来了 我觉得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认识您 说不定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能通过这次展示 让您渐渐地把自己这个绝活推广到更远的地方 以便能够早日实现您通过这门绝活 养活自己的这个最现实的需求 重新地祝愿您以后这门绝活能够越练越棒 感谢您来到飞你莫属 再见 谢谢 来